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結果 假設說我希望得到的結果是這樣 BMI冒號 然後呢 他的BMI放後面 評語做出根據他的BMI所得到的 所以特別注意 這前面的冒號的這個東西是固定的 後面這個是不固定的 OK 所以第一個要解決幾個問題 反正我們就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解決取到小數點第二位的問題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讓它變成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該怎麼做 那其實這邊底下有說 最重要是用這個 用format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呢 這個函數很重要 format 那format要怎麼使用 讓它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是 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假設我只要看到是241.22 後面這些不要 那我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 1 一樣printer printer後面記得哦 如果你要使用format 一定要先給雙引號 那這個雙引號裡面的話呢 就是給它什麼 給它一個輸出格式的公式 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個ecel裡面那個 制定格式那個公式哦 那它的規則一定是 第一個 給的大瓜壺 大瓜壺 大瓜壺意思是說 你要放的變數放進來 然後呢 後面的話記得哦 你就先 我先 裡面的話如果要針對 放的資料 一定是放在大瓜壺裡面 那放的資料格式哦 比如說我要取到小便第二位的話 就是 我們的冒號 點 2 f 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要後面自己加的哦 至於這個公式怎麼來的哦 這後面我們再慢慢細負 這邊根規說明一下 這蠻重要的 這個有點像是 Cel裡面那個 制定格式的那一串公式的語法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格式化的話 就點 把這個格式 這個公式給它format 後面的話呢 跟他講說哦 那我就把BMI的資料放過來 然後 後括弧一下 OK 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子 就可以幫我把什麼 把BMI格式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比如175 然後剛剛65 Enter 有沒有 21.22 那 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要取到小數點第三位的話呢 那就把數字改一下 有沒有 那至於說還有更多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在底下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堆了 有沒有 比如說小數點的第二位就長這樣 那如果說呢 什麼呢 要帶一個加號 就前面再加一個加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還有一個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減號啦 甚至要補零的話 這邊底下都有很多規則 那有點類似像那個 Excel裡面的格式化的相關規則 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比較常用的 大概就是 就是就是 這個吧 取得小數點第幾位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取得整數的話就D OK 比如說我今天只要22的話 其實這邊的話你就是什麼 點2F 你就是不要點2F 你就什麼 加一個 加一個D就可以了 取得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直接加一個D在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不要點2F 直接D就可以了 那輸出的話呢 就會是一個整數 而不會是小數點 OK 那我們現在先 先做這個練習 如果你今天是小數點 像我們剛剛這邊是float 如果你有float丟過來的話 那就是小數點 計算出來也是小數點 所以你丟過來配合F 如果你是D的話 你一定要INT 不然的話你丟過來東西有小數點 它裡面你要叫它格式化成整數 它會出錯 它跟你講說 你丟給我的東西一定要是整數的 你不能是小數點 不然會出錯 這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 剛剛已經完成了第一件事 就是小數點 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前面要加BMI BMI 怎麼加在前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加在這個字串裡面 直接在這邊前面打BMI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輸出了 OK 我們假如說呢 我輸出的話 第一個 比如175 60 有了 可是我如果今天需要什麼 在BMI的前後加雙引號的話 長得有點像這樣 前後加雙引號 那我講過 上個禮拜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有關那個所謂的拖曳資源 這個拖曳資源在 最第二單元的最上面這邊 有所謂的拖曳資源 那這個拖曳資源指的就是說 如果像有些符號已經被承日使用到 像雙引號 他就表示是文字 那如果你今天呢 又給他的一個什麼 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假如說你又想說 那我再多一個雙引號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雙引號對他來說就是一個錯誤 一個confuse 他想說你到底這個雙引號是要幹嘛的 我現在這個雙引號是拿來當字 說你現在這個字到底是什麼用途 所以如果要做區隔的話 很簡單 只要在前面多加一個反斜線就好了 也就是說如果加一個反斜線雙引號 那就表示說我要輸出的是一個雙引號的一個資源 OK 所以後面的話再加一個反斜線雙引號 單引號也是一樣 還有其他有些脫移資源上面有顯示的也是類似的這個作用 所以如果這樣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來看一下 175 65 有沒有 BMI冒號 有喔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多了一個這個這個結果了 再來的話就是多一個什麼 再來就是再來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做那個平語冒 平語冒號 平語把它加在這裡 所以平語的部分的話 那我知道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平語兩個字 不過呢平語兩個字我講過了 如果你加在這邊的話 冒號 它會變成串在它這個字的後面 OK 那如果說你要讓它換行的話 像我剛剛那個是換到第二行 那你可以在這個後面 在這個平語前面加什麼呢 換行的拖移資 還記得吧 反斜線N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輸出一個換行 反斜線N OK 這樣的話呢 它就是平語冒號 O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就是這樣 175 Enter 65 好 有沒有 但是平語現在沒有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做邏輯化 if 什麼呢 bmi有沒有 所以呢 再來你就可以 不是小寫bmi 如果怎麼樣呢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就可以拿剛剛的這個邏輯 我們剛才寫過嘛 那把剛剛的這個bmi計算器的這個值 把它放在旁邊 這樣比對一下 這樣來看 所以bmi怎麼樣呢 如果小於等於18.5的話 那冒號一下 enter 那就是什麼 print 什麼呢 這個 我們只拿這個來 就是體重過輕 就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雙0號先給它貼上 體重過輕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alif 所以這個if 不能有第二個 所以elif 第二個條件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介於哪一個 所以我可以什麼 拿這個複製來改 bmi如果怎麼樣呢 大於 這邊應該是沒有等於 這個應該是沒有等於 這邊才有等於 大於等於18.5 and 什麼呢 bmi它小於24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一樣print 所以拿著上面來複製比較快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正常範圍 其他的話呢 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分別 就是過重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再重度肥胖 其實我想差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邊 我這邊其實有寫好的 就拿這邊來參考 OK 把它Ctrl C 偷攬一下 OK 直接Ctrl V好了 OK 這樣的話比較快 好 但問題來了 我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有沒有 頻語冒號 然後把這邊直接執行 直接執行 再來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我們要的結果 175 enter 80 enter 有啦 bmi冒號 26.12 他的頻語是過重 可是問題來了 明明我現在print 他應該是幫我把它放到頻語的後面 應該是剛剛這個地方應該什麼 應該是把那個過重 把它放到那個頻語的這個printer 應該是把這個printer過重 幫我把它放到這個頻語的後面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他這邊多一個什麼 換行 有沒有 換到下一行 可是為什麼會換行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跟這個有關係 printer 因為printer 它這個方法呢 它是怎麼樣 它是幫你輸出這個文字之後的話 會自動幫你在這個後面多加一個換行 就是多一個enter 如果說呢 你最後不希望說 它這個printer 它多一個enter的話 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你可以在這個後括弧的前面 再加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跟他講說 你那個尾巴的換行幫我去掉 尾巴就是end 去掉的話 就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尾巴的換行 幫我清掉的意思 加這個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加這個東西 看一下效果OK 再來的話 175 比如89 enter 好 這樣的話就輸出 有沒有 我們要的結果 bmi 然後把bmi放過來 頻語 然後就放在後面 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可以直接放在後面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這個printer 後面 多加這個參數 end等於空的 它就把後面這個換行 刪除掉 所以後面的這個結果 就可以剛好串在後面 OK 好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講的有很長一串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也一樣 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 第11頁的上面 OK 試一下 這個地方主要也是把上個禮拜的 那個拖曳資源 拿來做複習 另外的話 再多增加就是如何把那個 print後面的enter拿掉 OK 那這個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 這個地方的寫法 還有其他的方法 不是唯一的答案 OK 也不是所謂的標準答案 那 只是說這邊的話 我用的這個方法 是相對起來 比較 我覺得比較順一點的這種寫法 那請各位試試看 既然沒有,我們知道 我們 我們 啊